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直接用香鲜料 而是用汤调味 是客家菜烹饪的特色之一 猪蹄和猪皮提供浓郁的焦质口感 老母鸡则是鲜味的主要来源 可以为菜肴的味道提供腾刺感 何大哥表示 食材焯水之后 还有一个步骤极为关键 首先我们要把这些料炸一下 它会更香 汤色出来 它颜色啊什么 也会更油亮一些 对 油亮一些 将熬汤所需的食材油炸 不但让香味进一步释放 还能防止下锅后煮烂 影响高汤的质地 那我们先把这个香料刚好 炸到不底 然后再一层一层 然后把这些鸡 猪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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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猪皮 猪皮全放下去 包汤一般是我们是保三顿式 这样子要保三个小时 吊汤是个时间活 把熬好的糖色倒入包内 就要用小火慢煲三小时 让鲜味彻底释放 趁着这个功夫 用8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 汤烫甲鱼 趁热把这个皮给撕下来 火还真是很过瘾 撕掉带有腥味的外皮 何大哥就要展示 制作八宝甲鱼的独特之处了 那我们是从它的护部 切十字刀 开十字刀 然后再掏出来它的内脏 这个十字刀该怎么切呢 那我们先这样子 中间这样子划一刀 竖着来一刀 然后再横着来一刀 其实它上面还是挺硬的 一层壳是吧 对 我看你是用刀尖这么去划一刀 和平时处理甲鱼不同 作为酿菜的八宝甲鱼 要尽可能利用食材自身的空间 填充馅料 何大哥说 客家人讲究无酿不成习 把一种食材搅拌后 塞入另一种食材内部 让不同味道相互浸润的做法 统称酿菜 是客家美食的独到之处 他们将肉馅塞进豆腐 辣椒甚至是田螺等食材中 让不同的食材口味交融 相互成就 八宝甲鱼正是何大哥 最近琢磨出的菜品 打算让同事们一起尝尝鲜 他表示八宝甲鱼想要做好吃 还有一个环节极为重要 这里头这些黄的就是非常腥的憋油 对 是 它很腥一定要去除干净 甲鱼体内的憋油腥味大 口感差 必须清理干净 何大哥说 想要成就甲鱼的好滋味 就离不开甲鱼胆 甲鱼的胆取出来 然后来兑白酒 然后甲鱼的胆它是不会苦的 它是叫香胆 香胆 等一下兑了白酒 然后就抹在它身上 可以起到很好的去形作用 何大哥说 甲鱼胆汁其实并不苦 将它们和高度白酒混合后 涂在甲鱼肉表面 稍后再用清水冲洗 可以很好地去除甲鱼的腥味 而何大哥的奇妙操作 还不止于此 现在可以开始油炸甲鱼 好的 这个炸的时候要注意好 这个甲鱼它是会爆 水分多是不是里头 我们就要注意安全 对 要注意安全 那我就离远点了 把甲鱼过油炸五分钟 不但让甲鱼形成外焦内韧的口感 还能去除甲鱼的腥味 现在一炸之后 那个裙边它都打卷了 是不是 对 何大哥另起油锅 把先前处理好的肉丁 火腿丁 虾干等食材一锅爆炒 定用莲籽 竹笋 香菇 杏鲍菇 和胡萝卜丰富口感 只需一勺料油和少许蚝油调味增色 浓郁的香味足够让人下两碗饭 炒到这样子它香味也出来了 颜色也上了 将炒好的八宝馅料填入甲鱼的腹腔 好香啊 山珍海味混合在一起炒制过的香味 让鲜味融合的时刻终于到了 这个时候肚子是冲上的是不是 对 肚子冲上 要不然这个里头就露馅 对 好 让它是要充分地泡在这个汤里吗 对 泡在汤里 好 将甲鱼架在汤煲的最上层 温火慢煲三小时 汤底的鲜香逐渐渗入甲鱼的肌理 甲鱼内部的八宝馅料也在热力的催化作用下 由内而外释放香味 与甲鱼肉自身的鲜美滋味逐渐融为一体 化作一缕诱人的香气 直抵人心 笋和莲子的 特别清香 然后又有海鲜的那种鲜味 再加上香菇的那个菌香在里头 就很混合 很复合 对 融合客家酿菜手法的八宝甲鱼 让何大哥的同事们嘖嘖称赞 极富层次感的鲜香 加上富含胶质的口感 妥妥地征服了大家的味蕾 将丰富的食材组合出全新的口味 想必这就是三元客家菜的魅力所在 宝贝